有幾個在地人才知道的名字 這間是從適合的冬瓜茶 看這個圓塊冬瓜是覺得很厲害的 炭烤雞蛋糕 進去真的可以聞到炭香的味道 一起咬吧 現在十點鐘已經滿瘦了 這間也是很有名的冰店 八角樓是鹽水最知名的母劍子 葉開鴻家族 這是它的吉祥物嘛 國家豬頭飯 超粒粒分泌質 真的很好吃耶 今天有什麼建議呢 這裡有傳統頭髮店 我現在做的刺腳是這樣 不窄一點 它有結構 這裡是鹽水風泡的一級戰區 這就吃啦 這邊好吃耶 喝起來很清爽 很好吃 前游152路三盟甲 4月已經等 陳昊 肉硬堂 喔喔喔喔喔喔 看起來很正耶 肉都不凝固 過完還可以增加那個口感 增加好吃 對 大家好 我是阿蠻 歡迎來到Main Life 今天呢 帶各位來 鹽水 以日游 我的同事他們以前在這邊生活過 然後有幾個在地人才知道的美食 所以他想說帶我們去美食以日游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到了 等一下 帶你們去第一站 Viuibo說出發 Go Go 我們現在來到第一站 鹽水 觀光美食城 這裡 第一站先去吃 雞蛋糕 先買冬瓜茶 等一下去看雞蛋糕 好近喔 這家喔 這間 對 紀溫推的冬瓜茶 這間是同事推的冬瓜茶 投幣試的喔 對啊 我以為這個是井 結果這是 這家樹樓 絕民籽 檸檬 這裡面 這個是什麼 冬瓜喔 冬瓜 真的假的 對啊 整圓塊的東西 哇 喝看看 好味冬瓜 對 光這個圓塊 冬瓜是覺得蠻厲害的 好香 好喝 喝起來跟冬瓜糖的口味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這個冬瓜糖是自己炒的 你看裡面有那個冬瓜塊有沒有 超古早味的 可惜今天沒有看到他們在炒冬瓜 哇 真的耶 有 我聞到 炭烤雞蛋糕 每人最多買10個 一個12塊 這個也是同事推的 聽說很厲害 我們拍27號 然後要等一個小時多 最近也是很有名的冰店了 最近也是很有名的冰店了 馬上 一大小 一大小 我超過 所以是我們說 我不是說 你借宏派 我好 我好 你們兩個 一大小 一般閣樓宅的經典製作 那這個是用那個接的耶 喔這什麼字 筍板 筍接喔 可以喔 來到古鎮的感覺 進來這裡有個古井 夜開鴻家族 這個嗎 葉瑞希 對阿 這是夜市夾 看一下二樓可以上去嗎 有 鎖住了 二樓不能參觀 這是他的吉祥物嗎 對啊 鹽水光光美食 我看你們會不習慣 因為他飯一顆一顆 粒粒分泌 我喜歡粒粒分泌 我們現在來吃這個 胡家豬頭飯 這個飯真的是很特別 超粒粒分泌 什麼味道 大骨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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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骨湯餅的味道 有大骨的味道 有大骨的味道 對阿 而且他這個飯也不是白色的 他是有點偏黃黃 不錯 嗯 不錯 所以你們吃的習慣了嗎 一桌配這香腸 所以抓好 香腸很好吃 很好吃 果然適合 很特別的飯 去摸摸 對 吃看看 吃到皮了 滿好吃的,挺甜的啊 很像在吃菜脆 只餐是甜的而已 打火雞來一下 沖天泡 鹽水豐泡很有邊 鹽水豐泡是在哪裡放 在這邊 月經港這附近 都在這一區塊而已 3 2 1 開幕 好 開幕 我們現在來到了 永城戲院 今天有什麼電影呢 紅蚊錠 白臉轎 還有什麼 這裡有傳統藕仔編 永城戲院 超日式的建築 哇 今天電影院沒有開 來吧 永城戲院呢 它以前是永城 碾彌場 在日治時期呢 與日本政府長期合作 二戰爆發後 碾彌場受到波及 日本人撤出台灣後 這個碾彌場就不再風光了 隨後呢 改建為戲院 這個永城戲院是在2000年歇業的 後來 浩之千萬重新整修 裡面保留了 不連塊木的長座椅 及電影放映機 那年紀還會播放老舊的影片 所以我現在坐的這個椅子是塊木的 好像真的有淡淡的塊木味 我現在坐的視角是這樣 哇 裡面真的是有一點木香 滿清新的 這是所謂的放映機嗎 怎麼跟我之前去九份 看的那個 不一樣 這感覺比較 複雜一點 它的結構 這是電影的那個 捲帶嗎 回轉機 它是用膠捲放映的 可以騎嗎 哇 繞鏈了 看完戲院 我們現在要去領取我們的雞蛋糕 你們剛剛有看到雞蛋糕上面的那本測子嗎 我們要等到27號 反正說要等一個小時 對 吃完飯 逛完了戲院 差不多可以過去拿 應該 好吃嗎 好吃 古早味的 那個也很有style 你吃的是什麼口味的 等了一個小時 現在已經來到了44號 然後已經賣完了 我的是慢火的耶 它是有不一樣的 謝謝 我們來 乾杯一下 來來來 知竹 知竹 我是知竹 一邊是慢火 一邊是知竹 來 等一下 我兩邊都慢火 欸 我都慢火耶 我是慢火 我幫你吃 太陽比較生意 一起咬吧 好 全部都要用慢火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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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爆嗎 沒有沒有 沒有爆 喔 中空的 那好香喔 中空的 中空的 它這個脆度可以 可以喔 很脆 很黏耶 拿起雞 這個雞 這個雞 好好吃喔 它是棒水在吃 蛋糕嗎 嗯 蛋糕 它的蛋香味 對對對 脆度 這個雞蛋糕真的蠻扯的耶 我們剛才那邊吃 大概四五組人過來問 然後賣完了 對啊 現在十點鐘已經滿售了 太扯了 欸 你的國燒意麵 沒有開 沒有開 計畫要來台南 其實是在講國燒意麵 台南是國燒意麵的發源地嗎 對啊 喔喔 這假的 難怪這裡這麼多國燒意麵 沒有 這裡是意麵 鹽水意麵 鹽水意麵 它就跟我們吃的那種 裡面是一樣比較Q的 國燒裡面是有炸過的那種 我們在鹽水是會吃到Q的 就是類似Asia那種 對對對 這是月經港 好 這樣過來的 好 這樣過來的 咬咬咬咬咬咬 這邊還有還有 還有很多造型 之前有拍過一種螺絲的 看水龜柏招牌上面全部都是風泡耶 因為這裡是鹽水風泡的一級戰區 這件是有名的耶 豆花 綠豆汁啊 這邊有可以的耶 不含力的耶 對 綠豆汁沒有料的 沒有沙沙的感覺 有 它也是有味道的沙 可是就一點點而已 喝起來很清爽 你要說一點感想啊 很好吃 很好吃 很綿耶 很綿齁 是不是真的是有那個 豆花網的味道 好味的糖水 然後那個 豆花的香氣都很濃 可是它的糖水 我覺得比較不一樣 啊我知道 它的糖水是黑糖的 這個糖喝起來 就是有個 算嬌嬌的味道 喔有有有有 對吧 越濕越消水 來喝看看這個 水龜柏的 仙草甘草 有 龍蟹河變 這個東西 會回乾 對啊 鹽水因通傳方便 往來侏羅與府城 鹽水是必經之路 人開始往鹽水聚集 市集慢慢形成 所以以前有 一府二路三蒙甲 四月經的稱號 後來因為大量土石淤積 導致月經港內陸化 縮小成鹽水內港 那慢慢的鹽水就開始 根需衰弱了 以這邊變成 月經古港水質淨化廠 台南還是一樣 大太陽啊 好熱情的太陽 下一張我們來吃阿童鹽水液麵 它是有停車場的喔 還蠻大的 還蠻大的 至少可以停個十個 在這裡 那邊9塊小心 這邊 先把我放一下喔 慢慢吃 好 等一下我把他放兩個湯麵小 好 好 哇塞 好多人喔 要喝這個 不要喝 喝到大湯 這個讚 餛飩意麵 肉燕湯 這是我最愛的菇拉麵 看起來很讚耶 裡面有加酸菜 加酸菜比較不會膩 嗯 吃一下看 算口味重的肉燕嗎 沒有Q 而且裡面沒有韭菜 肉燕可以增加那個口感 多一個層次 肉燕是靈魂 肉燕 肉燕 脆的 可是它這個皮很好吃 很脆 完食了 好吃這個好吃 這件好吃 推 哇 內用排爆 好啦各位 那我們鹽水一日有行程差不多到這裡了 我們下午行程是到星雲進行一日有行程 所以 這集就差不多結束了 那想看吸引的朋友 再到下部影片看 OK 這樣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歡看朋友記得點個喜歡 還沒訂閱朋友記得幫我訂閱喔 那我們下個雨晨見了 掰掰